第四題 它先叫我們求生產者剩餘消費者剩餘 它現在給我們的是這個需求函數供給函數 跟上一題一樣 我們一開始先要去把x0,p0解出來 所以我們就令這個s of x 令這個供給函數跟這個需求函數 把它連立起來,也就是令它們兩個相等 以這題來說的話,這個supply function是5x平方 那demand function是400,減掉3x平方 那一下一下的話,8x平方 減掉這個400,它就等於0 我們把8提出來 所以x平方減掉50 它就等於0 那因此分解一下 就x減掉根號50 然後x加根號50 這個a平方減b平方 猜成a減b,a加b 那因此呢,我們就得到了這個均衡量 就是 等於根號50 等於根號50 那根號50呢,就是5根號2 好,這是均衡量 那均衡量有的,我們把這個均衡價 順便把它求出來 那均衡價呢,你可以把它帶到這個裡面去 這個均衡價呢,就是把x0帶5根號2 或者你直接帶根號50就可以了 那它就是5乘上這個根號50的平方 這個5乘上這個根號50 的平方 把這個x換成根號50 好,所以5乘50就變成250 所以這一題的這個均衡價是250 好,接下來呢 這個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 跟生產者剩餘,producer surplus 我們把這個積分式列在這裡 那積分跟這個列求值的部分 就請同學自己下去做 那麼consumer surplus是x到x0下去積分 把這個demand function 扣掉這個均衡價 那以這一題來說的話呢 它就是由0積分到這個5根號2 5根號2 那把這個demand function 這demand function是400減掉 400減掉3x平方 這400 然後呢,再減掉p0 p0是250 p0是250 好,那麼 積分之前 我們習慣上先把這個常數項 先把它整理一下 那400減250呢 剩下150 再減3x的平方 那 剩下來同學呢,就自己下去積分 這個積分很容易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 下去呢,再去求這個producer surplus producer surplus 它是由0積分到x0 然後把p0呢,減掉這個s of x 那以這一題來說的話 就是從0積分到5根號2 然後p0呢,是250 減掉呢,s of x0呢,是5x平方 好,那剩下來呢 同學自己下去做一下 你們大概是有4個目的 暗磷 再多比女性 有4個目的 那個大部分 既然是3吧 什麽 那紀錄